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9月12日,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日报应用上的一篇文章突然是流传的很广 标题是一将无能,泪死三军 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在中国的不少社交群组里,人们是议论纷纷 认为人民日报社的这篇文章是在高级黑习近平 关于这篇文章,咱们就是就事论事的话呢 它显然人民日报客户端的这篇文章是在批评中国足球的表现的 因为在9月10日晚,中国国家男足是在大连主场提了一场非常糟糕的比赛 是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的第二轮对阵强队沙特 十几分钟的时候呢,中国队首先是取得了领先1比0 接着再过几分钟,沙特队有一名队员是被红牌罚掉了 等于是加上捕食的时间,中国队将近90分钟的时间是一多打少 结果最后呢,大概89分钟被沙特队攻进一个球 反超2比1 中国队1比2是输掉了这场比赛 短短的大概一两个小时不到 人民日报社的客户端其实呢就是应用啊 就推出了这篇文章 它原来的标题 您看屏幕上啊,就是中国队痛失好局 主上难辞其咎 至于为什么转载来转载去 标题变成了一将无能泪死三军呢 主要是因为人民日报社客户端的这篇文章 有一段就特别提及 一将无能泪死三军 中国队本场比赛基本走出了首轮惨败的阴影 也在赛场上展现出不错的精神面貌 却因主帅指挥失当 未能在大好局面下拿到一个积分 此时应该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了 那有些人就是掐了前面的一句 一将无能泪死三军 后面一句应该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了 做成了标题 然后呢转载非常的广 以上就是人民日报社客户端这篇文章的主要的内容 以及相关的背景了 中国足球啊 真的是爱起不幸 怒起不争 我们这种看了几十年中国足球的也是屠乎奈何 回到人民日报社客户端的这篇文章 他主要的意思其实是施加压力给到了中国足协 或者说中国足球的主管的部门 要求他们当机立断 立刻更换中国男足的主帅 不要考虑赔偿金的问题 不要考虑后面还有多少场比赛要大的问题 不要考虑中国对究竟能不能出现的问题 要当机立断 因为必须要有人负责 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目前的主帅一万 其实这个就是这篇文章核心的意思 当然这个文章之所以流传那么广 很多朋友在转的时候是做了一些图片啊 文字的说明的 比如说附上了股市的走势图 附上了房地产的烂尾楼的图片等等 然后呢旁边链上或者附上这篇文章 一向无能泪死三军 所以民间的声音或者说舆论场上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人们愿意用这样的一篇标题 非常贴切的文章啊 去表达内心的不满 最后矛头当然是指向了习近平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开启了第三个任期 但是中国经济现在呢 非常的不景气不乐观 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普通人的信心 资本界的信心 包括体制内官员的信心 现在看上去都是萎靡不振 所以人民日报社的这篇文章 目前还在客户端上留存着呢 点击量很高 评论数也很多 显然不是说针对习近平 没有高级和低级红 但是人们转载这篇文章 表达的意思很明确 习近平和他的高级的政治团队 应该为中国眼下的形势负责 来看看中国欧盟商会 刚刚推出的最新的一份报告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年度2024至2025 这一份建议书 它收集的数据的基础 是2024年的1月份 到2024年的8月份 所以都是最新鲜出炉的 中国欧盟商会是这么多 在中国的商会组织之中 规模非常大 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一家 它涵盖的会员单位 有1700多家公司 在中国的9个城市 设有分会 所以中国欧盟商会 推出的建议书 推出的报告 是重量级的 而且是很有代表性 充分代表了在中国的这些 外资企业家们的心声 想法 根据这一份最新的建议书 中国经济前景呈现出来的暗淡 恐怕是超过不少人的想象 这份建议书 洋洋洒洒是352面 所以不可能都介绍完 我们重点看三个方面 基本上能够呈现出 在欧洲的这些企业家 心中中国整体的态势 是有多么的悲观 第一点就是说 现状 中国经济放缓 成为欧洲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 这个中间有些细节 就包括中国经济 基本面是日益动荡 产能过剩 是到了所谓的新的2.0的阶段 政治与商业齐头并进 以及法律法规不明确 是引发了合规问题 在这四条之中 我们重点又来看一看 法律法规不明确 引发合规问题 这一条 说的是什么呢 建议书就提到 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的发展 中国是扩大工具包 来保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从而导致商业环境 更加政治化 新的或更新的法律法规中 普遍存在的模糊性 是加剧了这一问题 欧洲企业难以理解 其合规义务 大大减弱了企业 对中国的信心 具体一个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就是这种模糊性的一个最新的实例 这部法律是于2024年2月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该法是提到了保密工作的概念 但没有明确界定这一术语的范围 同样中国最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和新的对外关系法中 都提到了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概念 但没有对什么是国家机密提供指导 这就增加了实施层面的差异和企业合规问题的可能性 欧盟企业家们的困惑或者是尴尬 目前就在于 如果没有清晰的法律语言的表达和界限 企业往往会谨慎行事 这可能会阻碍新的投资 而新投资的规划 需要通过严格的禁止调查 对包括相关风险在内的目的地的商业环境 进行全面评估 由于不清楚哪些信息可以获取 哪些信息不可以获取 哪些信息需要满足合规要求 哪些信息可能构成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 开展商业情报活动 就成了一项高风险活动 这就增强那些可以提供更多法律确定性的市场的信力 所以这个明智当然就说中国 同时也是提到了 如果说中国在这个方面不做改观 那么资本是有可能到别的国家去 关于这个法律模糊的问题 现在不只是欧盟商会提到 往前走啊 日本商会 美国商会都有提及 包括这个可以说是恶名昭著的 反间谍法的修订版本 所以现在中国用一些台湾分析人士的说法 国安当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目前正在举行的 9月10日到13日在北京进行的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1次会议 它是有人事任免的议题的 今年的9月1日就刚好满了65岁 已到了所谓的退二线年龄的 中国国安部部长陈一兴 他的仕途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就格外的引人关注了 其实在中国的媒体圈中早就传 包括陈一兴在内 包括李小鹏在内 都会有调整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因为习近平他执政以后 年龄其实已经没有一刀切了 但是如果说陈一兴果然退了 确实也不会说太蛇陈一兴本人的面子 毕竟年龄摆在这里 船到码头 车道站 铁大的银盘 流水的兵 经常都是这样说 而且从表面上从形式上来看 陈一兴如果说他果真到点退休 对于中共来说当然是有一定的帮助 在表面上 在形式上 是给了这些西方的资本人士 海外的商会一个交代 而且相对体面的交代 欧盟企业家们对中国市场感到悲观 第二个表现就是说 对未来的期许或者说看法上 就是增长放缓 商业环境在中国是更具挑战性 闲有人能看到曙光 这里面有一些铺牌介绍 就是为了应对中国日益严峻的商业环境 欧盟的企业家们已经开始调整 对中国市场的预期和策略 投资者信心呈下降趋势 希望扩大在华业务的企业比例 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也反映了这一点 在2024年的1月份到5月份期间 外国直接投资 同比去年是下降了28.2% 在中国赚取的利润 再投资数据也是如此 很大比例的企业正在缩减 再投资的规模 另外 企业目前正将重点 从规模经济和效率最大化 转向运营的韧性和降低风险 虽然企业采取的具体战略各不相同 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将中国的业务和供应链 孤立起来 实际上是将其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 以确保在未来发生全球冲击时保持业务的连续性 这些措施就包括将供应链的部分环节 进岸外包或者离岸外包到中国的境内或者是境外 以及企业人员配备数据和IT系统的大量本地化 这些措施正在导致企业在华业务部门与总部之间出现沟通不畅和误解的情况 与此同时 这也会导致现有业务放缓 利用新项目或投资计划的能力下降 需要调整产品或服务项目 甚至需要缩减或关闭业务 这个主要是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的变化 给在中国投资做生意想赚钱的企业家们 带来的一个很悲观的前景的预期了 此外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政策上 这一份建议书其实也是提到 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释放的相关信号是令人担忧的 会后发布的决定是指出 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又呼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做强做优做大 增强核心功能 提升核心竞争力 目前就还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政府将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中国营商环境日益严峻 盈利的前景是愈加暗淡 十多年来改革进展有限 被动等待解决办法的方式不再可行 建议书就特别提到 部分欧洲总部和股东在华投资风险 已经开始超过了收益 如果主要营商问题无法解决 这种趋势只会愈演愈烈 中国政府需要采取切实行动来扭转局面 所以一个是国外的情况 一个是国内的情况 反正包括欧盟企业家在内的外资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某种程度上其实也能理解成为 对中共的最后的一个通牒了 第三个板块就是建议了 也有一千多条建议 当然覆盖的包括给中国的建议 对欧盟的建议 以及对会员企业的建议 对中国的建议 大概是这么几条 不知道欧盟商会的这些头头脑脑们 包括企业家们是不是说有信心 中国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这么几条吧 确保以吸引外资为目的的 一览子政策之后 迅速出台深入的实时指南和时间表 并确保在对企业最重要的方面采取行动 就是说呢 要口惠而实不至 要打破这种情况 你说到就要做到 Action plan 要Action 就是说不要只是光说不练 只上谈兵 要行动起来 接下去还包括一些具体的立法内容 要具体明确 并与行业协商起草 提高中国监管环境的可预测性和可靠性 透过这条建议是可以看到中国过去 包括前面提到的那几条法律的推出更新修订 其实是没有跟行业界的人士 特别是没有和这些外资界的人士 有协商 有沟通的 恐怕中共也不认为有这个必要性 此外还建议要避免反复无偿的政策转变 在实施新政策或修订现有政策或法规之前 留出合理的过渡时间 关于这一点 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后 相关的商会组织也是提到过这样的建议 就是整个益控的政策 各个地方不同 同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又严一点 有的时候又松一点 有的时候又是闪电战突击战 让这些企业家们真的是无所适从 此外还有一些建议了 就是要允许企业获得做出明智投资决策 所需的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商业情报 要避免因母国政府的行为而惩罚企业 同时呢 要确保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 以上就是三个方面来看 这一份最新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了 欧盟的企业家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企业家 资本界的人士 他当然到中国来是想赚钱赚取利润的 这个没有疑问 也是天经第一 但是如果说在这里赚钱越来越难 风险呢还越来越大 恐怕他们确实是要考虑退出了 中国官方此前的说法 其实就是压保企业肯定不会走 为什么呢 大概说来说去 三个原因是很主要的三最 第一个中国有最成熟的产业链 特别是在制造业 第二点中国有最成熟的工人 有非常优秀的勤劳的工程师团队 第三点中国有非常庞大的市场 而且中产的阶层还在处在上升的阶段 目前这三最 三最迷思啊 恐怕都被现实在逐个的击破 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层面 对中国国有企业的重视程度 其实是在不断的在加强 在外交层面 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 目前来看是初步稳住了 但是从长期来看 它向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其实目前已经是很糟糕了 此外就是在长新冠效应 新冠中国长达三年的疫情控制 说过去了吧 时间上是过去了 但是长官效应仍然存在 它提供了一个机会 就是让外界人士 对于中共的治理能力 治理水平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所以这么多的效应原因 它叠加起来 现在外资界的人士 信心 透过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能够看到确实是在减少 不排除他们会加大 离开中国的步伐 这里面最新的例子就是 IBM在八月中下旬 是突然关闭了中国开发实验室 和中国系统实验室 两个研发部门 涉及到的中国员工 是以签名来计 最新的IBM CEO 首席执行官 在九月十日有一个回应 就是为什么要做出这个举动 原因就是 IBM已经确立了新的全球战略要地 中间是没有中国 主要的战略要地 就是美国的奥斯汀 圣和赛 加拿大的多伦多 波兰的克拉科夫 爱尔兰的都波林 再加上印度的班加罗尔和科青 而印度的这两个所谓的战略要地 其实目前的业务 就是从中国转移过去的 尽管印度现在研发能力跟不上 但是战略要地 就是选择在印度 而不是中国 关于中国政府是不是有诚意 去推进对外资的开放 刚好看到中国大陆媒体圈的朋友 发了一个帖子 就是提起 在2024年的7、8月间 当时中国官方相关的部委 也是发出了一份通知 关于开展设立外资 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 当时的通知 覆盖的这个试点的范围是包括 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江苏省 福建省 广东省 海南省 是允许这些地方设立 外资的独资医院 那么最新的 也就是9月份 刚刚中国的相关的部委 发布了一个 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 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 这位媒体人就提到 从文字上来看 就是10年了 试点了10年了 现在是终于到了扩大开放试点 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具体到文字上 这一次啊 它是允许在北京 天津上海 接着您听 南京 苏州 福州 广州 深圳和海南 全岛设立外资 独资医院 10年前 所提到的是哪一些呢 是福建省 广东省 等于说简单一点 10年前啊 涉及到的省 是整个省级行政区域 都是允许外资 独资 开医院的来进行设定 结果10年之后呢 变成 对应的市 苏州 福州 广州 市 那这个所谓的扩大 那位媒体人 当然他的问题 引发了很多的共鸣 这是在扩大 还是在缩小呢 这位媒体人就表示 他不仅要问 10年前就颁布的改革 为什么没有人执行 为什么今天要重发一次 10年前的改革中断的原因 是什么 中断 用的是中间的中 那个中断 这位媒体人还特别就表示 公布了改革手段 却不执行 让改革留于口号 这不是中国需要的 中国需要的是 实质上的真改革 真放权 真正的市场化 所以啊 透过这样的细节 也是能够看到 中国一些眼尖的人 媒体人 法律界的人士 当然还有经济界的人士 就是为什么 这么长的试点 最后呢 扩大 姗姗来迟 这么宏大的承诺 最后落地啊 显得非常的缓慢 而笨重 那就自然更不用提 外资企业家 这些精英人士了 想必更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确实是到了一个 要决断的时候了 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呀 还是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让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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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和声 转发